不用多说 这一对比大家都能看出真假了吧 这就是犯罪行人销售的假口罩了 假口罩这个材质非常薄 非常硬 这个是真口罩 材质非常软 比较厚 假口罩轻轻一撕就可以破 里面三层那种网状的纱布 在透光性方面 假口罩材质比较薄 透光性比较好 这个真口罩不透光 经过盛级不闷对这个实案口罩的监测 口罩的细菌果理效率差37% 也就是说这个口罩对于疫情一点也没有作用 戴着和美带几乎一个样 这种假口罩在市场上流通 危害就不用多说了 民警首先对销售假口罩的药店进行了调查 发现护毛一共手除夹口罩 63箱 一箱一碗片 一共是63万片 根据药店老板的公述 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供货商张某 以及身在河南的生产商李某 请调查李某自2017年就开始做这种假口罩 在他家有一个做口罩的修作方 李某交代他的假口罩主要销往河南附近多省市 自2017年截至案发 仅销售给张某某的假口罩就达300余项 共300万支假口罩 目前 李某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而张某和胡某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当作感 胡某行舍现销售不符合标准的乙勇起菜罪 被德政区任命监察院批准逮捕 能听清楚吗 那 那是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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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在家中的非免费 那是招 那是招